這題難在哪裡 中國人本身他是 他這個名詞說 你是文化上的中國 經濟上的中國 還是政治上的中國 所以中國人這三個字 他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就是這樣啦 台灣人跟中國的問題 台灣人他有不同的意義 所以他在做match 英文叫配對的時候 這個有問題 所以像是這樣啦 如果我們在台灣 在這個所謂華人文化圈裡面 在中華文化圈裡面 我們不會認為說 我們不會否認這個事實 經濟上的中國大家可以談 可是在政治上的中國 在現階段就不可能 所以中國人這三個字 你要看你是用在講文化的 講經濟 講中國的普通的解讀 所以他的配對意義會都不一樣